这里是白马 前面这些一看就是与众不同 它跟其他市场货是不太一样的 是很有色气感的 这个风格就跟323号那些非常像 白马二楼这边已经重新装修过了 之前二楼它是卖那种中老年装的多 有男装有女装 它现在装修过后 大部分都是这种稍微年轻一点的 整体来说白马这边的衣服是非常不错的 像这些外套它是含那种羊毛的 有些是含有那些什么 其他比较贵的那种成分的话 它的价格是非常贵的 一般像这种外套的话 如果说你们在外面买的话 至少的2000多这是很正常的 很多新闻都觉得2000多的衣服太贵了 是太虚高了 其实如果是真正的货真价时就含羊毛的这些衣服 它是不贵的 你想一下它是从羊毛处理成衣服做出来 是要经过很多工序的 这个工价还有这个原材料的成本加起来是很贵的 经常都会有买家跟我说到这样的问题 我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羊毛蛋衣了 如果你们几十块钱买到了羊毛蛋衣 要么就是它的成分不是羊毛的 要么就是可能说你买的不是当季的新款 有可能是违货 那这有可能 但是如果是当季的新款 而且是羊毛蛋衣 几十块钱是买不到的 因为它成本本来就在那里 牛仔裤深色的绝大部分都是会褪色的 如果说你们介意的话 还是要选择那种浅色的比较好 就像毛衣会祈求一样的道理 很多亲们都知道毛衣是祈求的 但是买东西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买家问 这个毛衣会不会祈求 如果是祈求的话 那他们就会说这个衣服怎么质量这么差 并不是说祈求这个衣服质量就很差 因为这个毛衣祈求 它是由它的那个面料决定的 并不是说它这个衣服质量差 一般人如果说你介意的话 那你们就买一个那个替毛球的那个气 如果说实在是非常介意 那真的是基本上的毛衣你们都不用穿了 因为大部分的毛衣它都是会祈求的 一般情况下 现在的衣服更新是非常快的 像你们很少穿去年的衣服 所以说毛衣祈求其实影响不是很大 它穿几个月就不要了 还有那种含门量特别高的那种衣服 洗了之后会缩水的 这个也是那种面料决定的 而并不是说它本身就有问题 因为棉它本身就是透气 还有一个是舒服嘛 有点弹性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 既然你们选择了这个面料 喜欢它这个有弹性 有弹性就说明它这个伸缩性特别好 伸缩性特别好的这个面料 它就有可能会缩水 有些可能就是你洗洗着洗着 就是拉扯一下 还有经过一些水的这个浸泡之类的 它就会缩起来 太阳一晒就是变短了 就是这个原理 白马这边衣服的款式是特别多的 因为来这边消费的人群是非常广泛的 不同的价位都有 所以为了把这些营业额给收上去 他们一楼这些档口的款式是特别多的 这个档口的位移特别多 而且这些款式都是很可爱的那种款式 现在有个别的档口已经把价格给标出来的 但是现在还不是清窗的时候 清窗还没有这么早 好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